今次民進黨到日期後 一陣市長提名的前衛星司長 陶星鐵 請和尚二是 參加在董事議員丹田基 出門校還有王美輝 九尾車站頭前 客氣廢核的培養 各化靠河 和教民眾 將應三位設備 反和大聯盟所活動的遊行 陶星鐵是通貨 政府用停電限電 反對廢核來強迫民眾 在三個議員一段頭來參加 廢核的設計師 推動廢核家園 反和聯盟明明在在台北 台中高雄和大黨 發起反和大遊行 陶星鐵在最后 承認了議員丹田基 三門校王美輝 站在火車站頭前 合照品酒 相應廢核 他講成為醫師 選擇了解 核災對著人民的危害 配平馬政府對著核電的危害 和英本聯絡無力 以至於廢核推動非核家園 我也很清楚 我們一旦發生核災 我們是無法救的 我也很清楚了解 馬政府對於核災的處理無能 它對於核能的管理也無能 所以我們不能掉以輕心 日本這麼進步的國家 遇到核災都釋手無策 要幾百年才可以恢復 他們家園的使用 所以我們覺得說 最安全的核能政策 就是沒有核能 就是會核 就是不要再興建核四 核一核二核三 盡數處一 這樣才能夠確保台灣 是一個揮核的家園 核心提供給民眾 在這三位設備 作為參加友情 也請他站起來 來反核 在管理議會 作為願意要求中央 合格勁進步 標台 作為反核團體 萬一站起來 提出反核切結束 要求二代要進三 管理定位好生 引標台 以管一歲生相應贈述 水星新聞 中央秉翁學生 三港語氣彩虹波動